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摔牙 洗脸 整面背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一起读经的时间咯 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开始咯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殿祭司耶特罗的羊群 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 到了神的山,就是河裂山 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 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 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 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 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 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地 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亚各的神 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都公的侠制所发的哀声 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领他们出了那地 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 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喜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 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 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 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 尽能去见法老 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神说,我必与你同在 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 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 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 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 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 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 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亚克的神 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耶和华是我的名 直到永远 这也是我的纪念 直到万代 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 对他们说 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亚克的神 向我显现 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 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 我也说 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 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喜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去 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 他们必听你的话 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 对他说 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 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 走三天的路程 为要祭祀耶和华 我们的神 我知道非用大能的手 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 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歧视 攻击那地 然后他才容你们去 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 但各妇女必向他的灵舍 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 要精气、银气和衣裳 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 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今天读经的时间都到这里结束了 下次也要和我们一起读经哦 拜拜